中共军报在7月16号的头版刊文将整次军队风计扩充到了配偶子女范围 那么从打胜仗到禁酒令 从夏连当兵到禁用豪车 所谓的部队整风是越烧越旺 目前已经蔓延到了部队家属层面 但是有评论人士就指出 高官的子女都成外国人了 那么这些规定还有什么效用呢 中共这次将军队反腐整风明确指向配偶子女并非首次 5月2号的解放军报报道中提到 四总部领导公开承诺管住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不违规插手工程建设和物资采购等事项 解放军报5月连续发表文章 宣扬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的强军梦 中共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元在和环球时报网友对话时罕见地承认 腐败是中共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杀手 他表示 中共的军队存在着腐败问题 这是不可否认的 罗元警告说 军内腐败不除 则会战先败 中共军队房产领域一直是中共腐败的高发区 此前先后两名副部长 中将古俊山和王守夜都因此落马 今年6月 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要求纠正治理军队住房的不正之风 2006年 远海军副司令王守夜因贪污1.6亿元人民币包养5名情妇 在接到情妇讲文的举报信后 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他是中共军队目前为止公布贪污赃款数额最高且职务最高的军官 时隔6年 同样曾是总后副部长 同样曾担任总后勤部基建营防部部长的古俊山 也因经济犯罪落马 香港媒体报道说 在调查古俊山的过程中发现 古俊山的问题越接越多 其贪腐行径遍及全国多个地方 无法仅限于军内调查 报道引述接近军方的消息人士说法 古俊山案确实难办 因为涉及高层太多太深 连根都烂掉了 他们现在还拿了几枪 我都怀疑 八福便便的 只会唱歌 只会喊口号的 有几个有战斗力的 中国部队文工坛有多少 真正能上战场又有多少呢 现在已经官兵看清楚了 部队的官员的腐败 他们还是否会为这些官员卖命 现在都是党问号 所以说 所谓的战斗力 小心你 自身不连接 不正义 不正派 你怎么有战斗力啊 6月21号 中共中央军委授议 由总后勤部部长赵克时领先的 全军基本建设项目和房地产资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中研究部署两项普查工作 包括基建项目和房地产资源 山东独立作家乐仁说 中国最大的腐败是军队的腐败 军队有枪杆子 地方政府 媒体无法监督他们 也没有其他党派的监督 社会群众更无法监督 打大老虎 小老虎 军队你连个枪影都很难打出来 所以对他们这个体制不改革 外界认为 由于中共元老纷纷安插自己的子弟在军队的各个重要位置 如果当局在军中深入反腐 就会打破这种权力结构 从而危及中共政权 因此中共的整风也好 整军也罢 都不可能深入进行下去